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林漢泽 我们这次在这里摆了一本科学月刊 因为我们科学月刊 我们和科学月刊的合作 今天算是跨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我们找了科学月刊很多精彩的文章 经过他们的同意 用一种合作的方式 摆到我们善科基金会的网站上面 有一个专栏叫做科技大补帖 今天如果大家上到我们网站去看的话 里面有七篇精选的文章跟一篇导读 希望各位网友有时间的话 到网站上去看一下 这些文章都是我们跟科学月刊 千挑细选 挑出来我们觉得对网友科普的知识 的这种增进最有帮助的 今天我找林漢泽或是林教授 林总编来 到底要谈什么大家应该猜得到 因为刚才提到他是生物科技系的教授 那最近半年大家都对什么觉得最困扰 老实说当然就是新冠肺炎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找林教授过来 我叫你林教授林总编 当然就是要谈我们的这个新冠肺炎 这新冠肺炎讲到它 大家就回想到 在2003年有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肺炎 叫做SARS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MERS 那个中文名字比较长 叫做什么的 中东提醒呼吸道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跑出一个COVID-19 就是所谓新冠肺炎 这些病毒啊 到底是哪里来的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前一阵子看到新闻报导说可能是蝙蝠 到底这个说法正不正确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呢 好的 新冠肺炎呢 跟这个SARS跟MERS 其实都属于这个冠状病毒的一支 它病毒上面有一大堆 这个好像皇冠那种 是 所以它 它就是科学家看到它的长相 对 所以才叫COVID-19 对 那这个冠状病毒其实 人类其实并不陌生 就是它其实也是我们人类一般感冒所引起的这来源之一 真的啊 是 所以呢 其实人类其实一直跟它共处了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 不太了解 然后因为大多数的状况下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得了病了以后就 靠自己的免疫力就消失了 OK 所以一直到像这个SARS的来临 其实科学家才开始惊觉到原来 冠状病毒也可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 那主要就是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肺部的纤维化 让你的肺没有办法呼吸作用 所以 这个 这样的一个患者其实他在临终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他有被溺水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窒息的感觉 是 对 因为他的肺完全没有办法呼吸动作 了解 对 那么 有关于 那其实痊愈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部分的纤维化 是的 那也是 等于说 这一辈子 肺部也是功能会受损了 对 是 因为尤其被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再生的一个器官 这样子 对所以它恢复会相当的有限 那这个 冠状病毒的来源其实 从这个SARS之后其实就有很多科学家来做研究 那不过呢其实大部分科学家会着重在我们在蝙蝠身上找到了一群 这个跟SARS在基因上面非常类似的这个 病毒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来源可能 最早的来源是来自于 蝙蝠身上 对 不过我们现在目前在蝙蝠身上找到的所有的冠状病毒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感染人类 所以各位不用太紧张碰到蝙蝠它不会感染你 那是 它传给别的动物 是所以科学家认为 如果说这个原始的冠状病毒要传染到人类身上 它应该还要有中间的宿主 所以才会有科学家认为说是 像这个白鼻心或者说是这个穿山甲 很有可能是蝙蝠传到他们身上以后 这个病毒经过 这个一定的这个演化 突变完了以后 变得更容易传染到人类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传染过 了解了 那这三个病毒 SARS MERS 跟COVID-19 有没有什么 病毒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造成其实 我觉得它的形态 对于人感染形态是 也不一样 SARS的话致死率非常高 那好像现在就几乎就有绝肌了 是 那MERS就一直持续持续了好几年 对不对 现在到底接近没有我也搞不清楚 那这个COVID-19的话呢 好像致死率就没那么高 是 好像有人说它会继续拖 什么年底会再 复发或是明年会再回来 所以这三个病毒的这种 特性形态好像都不太一样 是他们在基因结构上面这三种病毒会有不太一样的 真的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就单就这个基因的这个结构状态 想要回推它的病征之间 这个其实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是属于所谓的转移医学 在研究的范畴 OK 那我们只能说这三种病毒呢 其实感染到人你身上以后 它的这个病征会有点不太一样 像这个所谓的中东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它其实不是只有肺部的问题 它也会造成所谓的肾衰竭 还有一些其他器官的问题 所以它致死率是相当高的 那像这一个 这一个 所谓的SARS或者说我们现在的COVID-19 它其实大部分感染最主要的还是 持续在这个肺部的 呼吸道 它会造成这个肺部的纤维化 所以这个是在病征上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了解了 其实 刚才林教授已经跟我们讲到说 COVID-19 为什么会让我们人 致死 是因为 让我们人的肺部 纤维化 然后让他失去 呼吸的功能 能力 最后就是 很难过的 自食的感觉 就离开人世 即使能够复原的话 肺部也会受损 是不是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蛮 蛮恐怖的 等于说 等于说它的呼吸能力会 打折了 是 是这样子 这个是致死的原因 但是 也有很多 药厂在积极的研发疫苗 可是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 这个疫苗 很难真的有效 因为这个 这个疫苗做出来 可是这个病毒 变化的速度很快 说不定根本就是你疫苗追不上的 所以 这个疫苗研发也非常的困难 这个说法正确吗 事实上 如果说我们就人类的历史来看 就是 病毒性的疾病 疫苗永远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样子 是 就是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你要克服病毒性的疾病 大多数还是要靠疫苗 那当然这个RNA病毒它其实 这个突变的 几率比一般DNA病毒要来得高 但是其实 DNA这个病毒它的突变几率高并不代表说 它存在的这一个 我们看到的这病毒其实花样会很多 因为有时候 突变得太夸张 其实它就会不利于它 在这个感染 所以它就会在整个自然 选择上面会被淘汰掉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病毒的突变几率 其实它还维持着一定的程度 并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变化速度是 难以想象 OK 那事实上在这个疫苗的研发上面 其实应该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它在研发上面会挑选 某一些位置 这个位置是 在这个病毒它在感染上面是非常重要 所以它 不太容易突变的位置 针对这些位置来下手 OK OK 所以疫苗的研发 我们是觉得 有机会能够有效的处理病毒 是 那么 研发的困难度 比起过去的一些疫苗 会特别的困难吗 我想现在的科学跟以往 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 这个疫苗的研发上面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以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来说 其实 整个世界上 大概目前有100多种的疫苗正在研发 那策略上面是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其实采取的方法是不同 那其实昨天 这一个 我们的国务院其实也发了一个声明稿 是 谈到国务院 将来会以 DNA疫苗的形式来发展 对抗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它是一个 全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哦 对 当然 我想国务院本身它对于这个 DNA疫苗的研发上面它应该有一些 自己研发上面的把握 那重点是 我们其实在这个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共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在研发上面并不是拼谁第一 而是希望说用不同的策略 不要把所有的方式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对 可是你刚才说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RNA的这个 病毒 那 我们的国务院它说要用DNA的方式来做 这个 这个 在技术上是合理的吗 不是 DNA疫苗是一种 新的概念 一般我们的疫苗是以蛋白质为主 对 那DNA疫苗呢 它在生产上面速度会比生产蛋白质来得快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这个先进的方式 而且其实DNA疫苗在保存上面 它也不需要 这个保存条件上面可以更宽松一点 对 就是万一将来需要大量疫苗的时候 也许用DNA疫苗的方式 事实上是一种比较 在后续量产上面比较容易的一种 疫苗的方法 了解了 那这个疫苗如果真的有朝一日可以 问世的话 请教林教授 他有没有一个有效期 比如说打一剂 可以撑 一年 或是 更久或是怎么样呢 是 其实这是一个现在 在科学上大家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新冠肺炎 这个患者 他的这一个 这个 康复以后他的 这个身上的这个蛋白 抗体的这一个 这个含量其实会迅速的消退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 也许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 这一个 新冠肺炎 来说他不会有一个长期的记忆能力 他不会像天花一样 说得一次就终生命 所以你说这个 抗体迅速的消 退 表示说他很可能 又被感染 是 他可能得完以后 康复以后再被感染的 机率相当的高 那这个就比较让人担心了 对 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观察 这样子 那个像流感疫苗 每年打的时候都 有一个抉择 就是说什么挤架挤架 有的时候你 挑错了结果打下去就没有用 那 这个新冠疫苗将来如果做出来 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 我想流感疫苗是一个不一样的观念 不一样的观念 因为流感疫苗他的这个 他叫流行性感冒 所以他每年流行的这个 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他有所谓的A型 B型 那A其实还有一些 次 次 次 所以这个美国的CDC 他其实跟全世界的这个 实验室有签约 所以他会 全世界每年去筛选 去了解这个流行趋势 那当然有时候会猜错 比方说像去年 好像B型的这个 保护效率就非常低 打了以后就没效 就是代表 专家猜错方向 猜错了 OK 好吧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说这个 疫苗能不能很快问世 这边有一个网友的问题说感染以后 会产生抗体吗 那国外有的案例 并没有产生抗体 这个跟 刚才林教授讲的已经有点 有点回答就是说 这个痊愈以后 抗体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很快去踩 踩他的抗体 说不定 就踩不到抗体 是不是这样讲 对因为 像网友的这个发问我是 不太清楚 出处了 不过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他的这个免疫所产生的反应 其实是有一些 差异性的 这是我目前已经了解 所以 比方说像无症状感染 有的人就认为说 最近的一期科学 报道 这个说 他就是因为免疫不好 所以他才会无症状感染 什么叫做无症状感染 你也 跟我们网友好好说明一下 所谓无症状感染就是 他事实上是一个代源者 也就是他是被感染的 但是他并没有感染以后发病的症状 可是他是代源者 是 所以他其实本身具有传染能力 那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人是 代源可是这病毒对他没有用 目前其实对于这个 这一个无症状感染到底 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 就是他身上有病毒 然后他也会传染给别人 是 可是他自己 看不出任何症状 对 可能是体质这关系或什么关系 现在不知道 是 OK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担心 就是说台湾我们现在 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好好的 但是不能说我好好的就 百分之百 没有带病毒 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就很麻烦了 这样 你包括这个如果无症状感染也包括 无症状感染也包括没有发烧 那这样子我们如果在 火车站在捷运站门口 再量体温也没有用 是其实我想量体温这些对于 这个新冠肺炎来说都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不过台湾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是 因为即便是无症状感染 他 在传染了几代以后其实还是会碰到有症状感染者 所以其实台湾第一线的医疗如果发现 这个台湾的整个 状况上面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如果我们有发现新的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 就可以回推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最 可靠最精准的 方式还是采检体 去验病毒 而不是只是看看发烧没有 是 不过采检体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能百分之百 喔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所采取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阳性的标准目前是用所谓的PCR的方法 那他是一种DNA的放大技术 他非常灵敏 所以大概你的检体里面大概有二三十支病毒 他其实就可以侦测得出来 这样子 是 那不过呢 他没有办法侦测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三彩因才能让这个 病人可以这个出院 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 严谨的一种手段 那所以通常到三彩因的状况下 这个 病人身上应该都不会有什么病毒 三彩因如果说都是 阴性的话 他还有 存活病毒的几率已经 低 低之又低了 是不是这样讲 是 OK 所以其实这就牵涉到前一阵子 一个 我们卫福部陈时松部长的一个 策略他说我们不做普筛 是 对不对 不做普筛 做普筛其实当然要 投资比较多的 资源 但是是不是可以找出 某些案例是 无症状感染的 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 那这个 当然我们不是 我不是专家不能评论 陈时松部长 或是卫福部的策略 但是 现在很多国家开放 这个旅游啊 没有把台湾放进去 这个我不知道跟台湾 做这个 裁剪的方式 跟其他国家 像韩国我就知道他们用大量的 采检 台湾没有 所以这个是不是 另外一个 采检技术的 考虑层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评论了 是 不过 就实务上来说 用核酸检验的方式是非常消耗人工的 所以他要达到非常大量的普筛 那就意味着他要更多的这个筛检的实验室 这样 是 台湾我们或许 能量不够 我想如果说台湾有疫情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能量绝对够 这样是 那这个 这个 疾管局 他会跟各大学的相关的实验室 其实大部分都会有 即便像民传这样的实验室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是 那个 很多人都在讲说 现在好像疫情稍微 慢慢 减缓了 因为 气温的关系 可是 入秋 入冬以后又会回来 其实现在即便 还是夏天了 好像我们也看到疫情第二波慢慢又上来 是 所以这个 到底他 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 再复发的可能性 或是甚至如果能够 再近期控制住 过个几年再复发的 可能性 怎么样呢 你现在有没有办法来 从技术的角度来判断一下 今年新冠肺炎 它的这个 跟温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是不明确的 不明确 因为比方说像印度 它现在的平均 温度 比我们高很多 但是其实印度现在的状况 感染很严重 对 所以我想 至于 之前的SARS 是不是因为温度升高 然后造成SARS的消失 其实这个原因 也还有带苍穴 是吗 是 那所以我想 这个 病毒是一种 寄生的生物 所以它其实 它能够存活 其实唯一的依据就是它要从 宿主跳到另外一个宿主身上 所以其实隔绝 跟这个病人之间的 这个接触 其实才是真正的防范之道 隔绝跟病人的接触 是重要 对 了解 跟温度没有太大的 看起来现在是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那这样子所以第二波的疫情现在 好像蠢蠢欲动 真的就让人家 很担心了 欧美国家 有些国家 好了解了 那个印度有一个非常 有名的这个 占星的预言 一个少年 说12月会有更严重的灾难 你有看到这则新闻吗 是 你觉得它有可能在意味着讲我们这个病毒还是 怎么样 病毒其实 发展到这个 其实像英国 当初他有提到所谓的佛系防疫 佛系防疫 他们有一些这个理论认为说当全世界只要有 这个族群有51%的人 获得感染以后这个 病毒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宿主 所以他会慢慢的 这样子 对 所以 疫情终究会结束 所以他这佛系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去感染嘛 反正感染很多以后你自然就 会下去 是 当然这样的讲法有点残忍 因为这个人命其实是无价 但是事实上他也阐述了一个事实 就是 当这一个疫病发生到极致的时候 他终究会 慢慢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宿主 而慢慢的消退下去 不过现在就是 我想说我们 还是要尽我们的能力 去防范 算他余味的 了解 当然了解 对 好 那个不知不觉我们过了二十几分钟了 那个等一下我们会接受一些 网友的提问 我们自己有准备 两个问题 这个 来 让我们网友来回答 然后让我们的林教授 来 告诉我们网友答对了没有 如果网友答对的话我们准备 两个网友 来可以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 那如果答对的话呢 还是跟上次一样 送我自己在花莲种的 澳洲茶树炼精油的时候的这个 蒸馏水的这个 茶树露 这个对于女性朋友 润肤卸妆等等 都蛮有用的 那当然还有茶树精油 茶树精油我们 那个存货比较少 就很难抱歉很难在这边 赠送 但是他也有一些消毒的功用 我太太很喜欢拿茶树精油来 来洗漆以后 竖个口 他有时候觉得喉咙不舒服 竖个口他觉得对于他上汇膝道的这个 有时候 是不是有 微服的感染 他是觉得有用的 不过 我不在这边 卖膏药 我这边只是说这是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奖品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要消毒要消毒 前一阵子去 这个 便利商店或是去卖场 买酒精都买不到 所以很显然 酒精是消毒有用的 还有这个漂白水 还有这个什么赤氯酸水 对不对 都是 可以消毒的 那么我们 要来考考我们网友的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酒精或是 酒精当然有 有 啤酒也是酒精的 这个含酒精的一种饮料 高粱酒也是 当然 比例不一样 高粱酒超过50% 啤酒不到10% 那个我们来讲浓度好了 这个不管是酒精也好 或是赤氯酸水或是漂白水 是不是浓度越高越有效 这个我们来让我们网友来回答一下 这个我们等一下小编是不是 可以 看看哪一位网友有回答进来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种 这个消毒的药剂 酒精 赤氯酸水 还有这个漂白水 我们要消毒 手部 三个里面哪一个 是可以拿来做消毒手部的 另外的是 做什么用的 我们网友可以回答吗 所以这两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 浓度是不是越高越好 第二消毒手部 到底是 酒精 漂白水 还是赤氯酸水 最合适 网友有答案进来吗 HC张琪 的网友他 先回答第一题 他说不是 不是越浓越好 OK 请我们的林教授林总编 谜底揭曉 是 我想我们在使用这些消毒的药品的时候 其实都要注意到有效的浓度 比方说 酒精来说 它是75%是最有效的 75%很高 比高粱酒还高 是 所以高粱酒其实没有什么消毒的效果 高粱酒不行 对 拿高粱酒不行 真的 好这位网友 我刚刚叫做 叫做 H 什么 小编在看 HC张 好 HC张 你跟我们小编留一下联络资讯 你 赚到了一瓶 查树露 我不知道这位 HC张是男性还是女性 如果是男性的话呢 希望你有女性的朋友 可以让他 来用这查树露 这第一题 我们就送出一瓶了 第二题 就是说 酒精漂白水 跟这个赤氯酸水 哪一个 最适合拿来 消毒手部 有没有 网友答案进来 小编帮忙一下 有一个 阿仲 阿仲成 他回答酒精 他是第一个回答第二题的 好 那我在荧幕上看到有另外一个网友 回答是漂白水啊 对 对他叫Yang P 好吧 这两位网友 有一位是正确的 哪一位是正确的 我们 需要用酒精来消毒水 对用酒精消毒 所以 刚刚讲那位网友名字再 宣读一下 阿仲成 阿仲成 恭喜你 也拿到了一瓶查树露 记得 这个直播之后 跟我们的这个 小编留下你的联络 资讯 好不好 另外一位 杨 杨什么 CH CH 不是 讲错的那位漂白水 漂白水那位 杨 那位 杨先生或杨小姐 对不起 漂白水不能拿来洗手 或是消毒手 漂白水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漂白水是用来清洁 清洁环境 譬如说你要拖地板的时候 可以 加点漂白水在水桶里面 拖把沾这个水 有漂白水的水 去拖地 是不是 所以这个漂白水是这个用途 好 我们两个问题 都圆满 回答了 我们网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请教我们杨教授 我们杨总编 这边有一个题目 我念然后我们请杨教授帮忙回答 台湾现在有生产自己的 是这个筛检试剂吗 是有 有的 已经在 普遍使用了吗 是的 有的 是国务医院还是谁生产的 我记得民间厂商 民间厂商 所以 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 有的 我们这个筛检试剂不需要从国外进口 是吗 台湾自己可以生产 这个听起来 是让我们觉得 振奋高兴 好 还有没有网友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时间也刚刚好了 所以今天 我们的直播 希望我们聊的这个 这个题目 对我们每天 在这种各种 冠状病毒新闻里面 新闻都是比较 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像今天是不是 加零了 但是我们 今天是希望透过 直播 我们找到杨教授 杨总编 给大家比较基础的这些资讯 像刚才讲到的说 SARS MERS 跟这个 COVID-19 其实在病毒的 形态讲是一系列 对不对 但是 一系列的病毒 他们的这种 造成人的这种健康的 影响形态 确实蛮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当然 讲到这边 最重要就是要祝我们所有网友健健康康 然后希望 我们疫情的这个 困境啊 不止在台湾 在全世界能够很快过去 好不好 我们到这边 我们跟杨教授一起 跟我们网友说 拜拜 然后 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官网 从这几天开始 有着科技大补帖 非常感谢科学日刊跟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那些好的内容 大家如果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科学日刊的这个纸本的话 也欢迎到我们网站上面 去看一看 相信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是 非常有内容 值得大家花时间的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拜拜 各位网友 社区的内容大家喜欢吗 有兴趣的话 记得多看几遍 然后分享出去 要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上面的通知哦 也可以底下 留言意见 让我们知道 想更了解 上课的朋友 也可以按赞粉丝盘 追踪IG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